原本Zahid Hamidi希望通过巫统最高理税的MT的力量 OK 集体的力量开挥 集体的力量把阿克马的气势气焰给压下去 那么结果他失败了 Zahid在刚刚开始会议的时候就先说明说 这个真主之眼阿拉的这个袜子就确实伤害了穆斯林的感受 导致穆斯林的情绪高涨 所以国内的穆斯林生计是有理由的 可以理解的也可以明白的 但是如果不平息这种愤怒的话 恐怕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 不要忘记巫统现在是团结政府的其中一个成员 所以巫统有这个责任维持政治的稳定 那么接下来他就劝告阿克马不要再搞杯葛了 就让当局去处理吧 警察要调查的就去调查 法庭的审讯的话就去审讯 OK就让当局去处理这个事情 这个说法一讲了之后呢 Zahid他以为现场的MT现场的巫统最高理事会会响应他会说 应该的我们应该要以大局为重 而结果呢会议上大家都保持沉默 没有领袖站出来响应 Zahid的这番谈话 哇这个时候呢就让阿克马逮到了机会 阿克马他坚持 我没有做错 我问心无愧 我的动作全部都是为了汉为伊斯兰 当宗教受到污蔑的时候 我就必须站出来反击 杯葛的行动是必须要走下去的 包括今天他也讲说杯葛的行动必须要走下去 包括 国家元首都没有讲说不可以杯葛嘛 所以我会继续的走下去 那么他还说我身为乌军团的团长 这是我的这个责任 乌军团必须要在族群 跟宗教的课题上冲锋陷阵站在最前线 那么接下来这一招是非常高明的 这个是正经纪写的 我就引述 他就反问Zahid说 Zahid你担任乌军团长的时候 不已是这么做吗 哇 这一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可能Zahid一下子也回不过来 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这名小弟弟 OK 36岁的乌军团团长 那么 阿玛这么一来的话 就令到 Zahid 哑口无怨 这个时候 其他的 巫统的最高理秀就开始讲话了 他们的 论点 他们的观点 都是支持 阿玛的 声称 巫统是代表马来人 所以 应该要支持这项 悲歌的行动 这个悲歌是必须的 那么Zahid他主持会议 他是党的老大 他看到势头不对劲了之后呢 他就自己是稍微ghost 一点 稍微tibrate一点 所以他就没有继续阻止阿玛了 那么原本 这一场最高理事会的 会议 是要压制阿玛的 要让阿玛 收敛了 那么结果就 变成了支持阿玛所发起的 悲歌运动 所以这个 巫统最高理事会呢 是在 上个星期 开会的 那么现在 巫统 到底 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这个是第1个版本 那么接下来第2个版本呢 就是 也是巫统最高理事 他的名字叫做 Bong Mokhtar Bong Mokhtar是 巫统的 Sava主席 那么根据 Bong Mokhtar 他的说法呢 就是说 其实 巫统最高理事会 已经有命令 阿玛 要停止追击 不要在这一个 课题上 继续纠缠 不清 那么 就连 巫统主席 在 哈密地义 还有国家元首 苏丹伊布拉 西比较都 故意 让这个事情 了结 那么 奇怪了 到底是 巫统 能不能够控制 能不能够让这个 阿玛听话呢 两种不同的说法 我比较倾向与相信 第1种的说法 就是 巫青团的团长 他坚持自己的看法 而且他那一套的 这个观点呢 是获得大部分 巫统最高理事的 承认 跟同意 以及点头 所以 到今天为止 星期三 到今天为止 阿玛的气愿 依然是这么的高 他依然坚持 说我要回格 就算是国家元首 已经通过一种很委婉的方式 表达 这个事情就交给当局 但是阿玛 依然坚持 那么 连国家元首释放的这个信息 他都假假捉不到 更何况是他的党主席 Zai Hamidi 所释放的这么明确的信息 所以 阿玛 现在是一支 独秀 对 Zahid来说 他现在脸上无光 他被一名善事 6岁的小弟弟 叮了一巴掌 证明 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 掌控 无情团 不仅仅如此 他连巫统最高理事的 观点都没有办法 统一起来 这一点呢 就让我有一点惊讶 因为 巫统最高理事的 这个成员当中 大部分呢 在 刚刚当选的时候 都是属于 Zahid的派系 Zahid的派系 除了占 最高理事会的这个成员的多数之外呢 其实三大必绑 妇女组 青年团 跟女青年团的领导 都是倾向Zahid的 都是Zahid派系的 OK 那么为什么 执政 一年多之后 Zahid 慢慢的 失去对巫统的掌控呢 这一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么 我所了解到的呢 就是 Zahid 这一届应该就是最后一届了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一点 他是最后一届 所以 下面的巫统的其他的领袖呢 就开始寻找 到底 谁会是巫统 巫统主席的接班人 所以他们现在呢 开始 开始走向 开始走向另外一名的 巫统的领袖 靠向另外一名巫统领袖 因为他们知道 Zahid 今年 这一届可能就是最后一届 这一届 已经是 来到了现在是第2年 2022年 因为我们是在2022年 举行全国大选嘛 所以5年之后呢 就是 2027年 OK 就是2027年 所以接下来 Zahid 如果 这一届是Zahid 最后一届的话 就意味着 Zahid 接下来 还有不到4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在不到这4年时间期间呢 巫统会进行另外一轮的 党选 每3年一次 进行党选 OK 那么 下一轮的党选将会是非常精彩 如果 Zahid 他不寻求 蝉联的话 那么接下来 谁 会 成为巫统主席呢 这一点 目前为止 还说不准 有些人说 应该是老二咯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领袖 不得而知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